在今夏水域發生衝突的時候 有朋友問我 他說趙春山教授說 我們現在兩岸很危險 會爆發戰爭 問我的意見 我給他的答案是絕對不會 最近有人問我說 該不該移民 美國大選之前會不會爆發戰爭 我的答案是絕對不會 那為什麼我會這麼篤定 理由只有一個 就是在去年習近平去舊金山 參加APEC 順便跟拜登見面的時候 習近平開出帳單 拜登還沒買單 交易還沒完成 沒有完成就表示既不會產生衝突 也不會發生矛盾 繼續談判 到底習近平開出什麼帳單 習近平親口跟拜登講 請你支持我的和平同意 你要什麼 拜登有沒有駁斥 沒有 有沒有說不要 沒有 有沒有說接受 沒有 他的答案是 Let me think about it 換句話說 這個交易正在進行中 一方面開條件 一方面殺價 會不會成不知道 但是正因為兩方面在談條件 你說習近平有理由開戰嗎 沒有 所以驚嚇水域 他即使再怎麼樣 也只能用別的方式去宣洩 哎呀 我海警船開來一下 晃一晃 唉 我這個弄個兩條遺傳 到澎湖去弄一弄 告訴大陸老百姓 我已經沒收了台灣的禁限制水域 那是在騙大陸老百姓 你又不能整天把一條船擺在那邊 對不對 你偶爾來換一下 歡迎光臨 對不對 唉 送客 換句話說 這只是一種安撫民意的作法 就像他邀請馬英九去北京訪問一樣 也是在安撫大陸民意 因為大陸的對台的敵意空前高漲 但是還沒有到最高漲的時候 而緩和大陸的民意是現在 作為一個領導人該做的事情 那我們就回過台基本面 我跟阿亮一樣 我們同一個派系 我們都相信 國際政治理論的現實主義者 現實主義者就是 你的國家利益是什麼 你的國家實力是什麼 沒有實力 只想要一個目標 就跟蔣介石化 剛才那個我們教育教授講的 講這實話 反攻大陸喊個老半天就沒實力啊 沒實力只要掛在牆上啊 可是台海戰爭有沒有實力 有 發動者是誰 一定是大陸 我簡單拉一個數字給大家做參考 反正就要回到客觀的數字 俄烏戰爭爆發之前 俄羅斯的GDP是烏克蘭的幾倍 我們從這個觀念來看 14倍 14倍 因為俄羅斯有2兆多的美金 烏克蘭只有4600億的美金 所以算起來就是13 不要管它 14倍 現在台灣跟大陸的GDP多少 大陸的GDP18兆 台灣7600億 換句話說24倍 大陸是台灣的24倍 大陸可以為戰爭動員的資金是台灣的24倍 他當然有打了本錢啊 可是另外一方面 他又沒有打的本錢 怎麼說 因為 在俄烏戰爭為例 俄羅斯的人均GDP 我們回到人均GDP 俄羅斯是一萬五千塊 烏克蘭多少 1600塊美金 所以烏克蘭的人均GDP 是遠遠低於俄羅斯的人均GDP 這個差距就出來了 來看台灣 剛好顛倒 什麼剛好顛倒 台灣的人均GDP跨越三萬兩千塊 大陸的GDP還沒有跨越一萬五千塊 所以大陸國大四大 但是人窮民窮 所以對於一個領導者來講 他的重點是什麼 提高人民生活水準 跨過一千五百塊的國際標準門檻 進入什麼 進入中產階級的社會 因為IMF World Bank 定義的中產階級的社會 是人均GDP一萬五千塊 大陸上缺三千塊 繼續努力 所以在這樣的條件底下 我會做出判斷 大陸乾脆怎麼樣 先嘗試用買的 不要用打的 買的方式是什麼 Mr. President Biden What do you want 你要什麼 我要什麼 至於兩岸的統一 大陸上研究的方案很多 不一定是香港模式 不一定是特區模式 他們心裡很知道 要跟美國談成這個生意 必須把這個架構放得很寬 就是 郭正亮博士所講的 法律架構是什麼 不排除 允許台灣成為波多黎各式的自治幫 你看那選美小姐都有波多黎各小姐 你以為是獨立的國家對不對 波多黎各的國家元首是誰 是美國總統 但美國總統要去波多黎各訪問 你要波多黎各國會同意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歷史現象 那我們不管別人歷史 甚至於會更寬 因為他只要一個名義上的主權同意 他就認為他完成的歷史任務 可以平順兩岸關係 這也是美國可能開的條件 那回過頭來 如果真的 因為形勢變化不可受控 非打一仗不可 非打一仗不可 就是大家拿多少資產出來刷 台灣一定輸 連贏的機會都沒有 為什麼 因為當打仗的時候 寧可老百姓窮一點 非打贏不可 一次不贏來兩次 兩次不贏來三次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我們台灣開始準備要課戰爭稅 什麼意思 就是沒錢打仗 戰爭稅誰要我們課的 絕對不是蔡英文的意思 也不是賴清德的意思 誰的意思 美國國安會的意思 他說台灣沒有錢 我先援助你一億美金 在現代的戰爭裡面 一億美金跟醒個鼻涕一樣 他要課戰爭稅 台灣也不是沒有課過戰爭稅 在 七七事變 九一八事變的時候 台灣有 殖民政府對台灣的老百姓 課了一筆叫做 九一八事變臨時所得稅 日本政府課的 台灣不是戰場 到了盧郭橋七七事變的時候 又課了一筆叫做 支那事變特別稅 到太平洋戰爭了以後 又課了一筆叫做 台灣大東亞戰爭特別稅 這日本政府對台灣人所課了稅 所以短短的幾年之內 台灣老百姓的稅務負擔增加了十倍 那以台灣不是戰場 可是如果台灣是個戰場 戰爭稅是烏克蘭模式 烏克蘭從2016年 開始課徵戰爭稅 那不斷的課了到2022年 去打這個戰爭 結果大家都看到了吧 為什麼 戰爭就是要金錢 要人命 要優秀的指揮官 很好的裝備跟武器 可是 我們台灣有沒有這個條件 雖然 這個很多朋友 沒有對我們的國防部有信心 但是不是國防部有信心 因為我們的財力沒有辦法支撐我們的軍隊 這是一個最先天性的問題 我們真的沒有 你在愛台灣你把所有的家當 通通倒出來也沒有辦法 必敗無疑 不是我看 這是一個很現實 我們要去面對一個現實 我們不能贏 誰能幫忙 剛才 那個 邱毅博士引用到了 松田康博 東京大學教授 他另外一個身份是 日本智慧隊的政策研究室主任 他講講介石話 但是他另外講了一個 他說日本政策架構中 沒有協防台灣的選項 這什麼意思 就是台灣有事 日本沒事 不甘咱們的事 我們還要需要再翻譯嗎 不需要 日本的政策架構 沒有協防台灣的選項 所以花招一大堆 但是對不起 打仗免談 日本沒有協防台灣的選項 這樣 美國有嗎 也沒有 也沒有 所以美國呢 他對於台海戰爭 給予台灣的 這個軍隊唯一的道德支持 就是沒收中國的資產 或者中國倒過來報復 沒收美國的資產 但中國不會沒有沒收美國的資產 因為中國走全球化 對全球企業有承諾 不可能去沒收民間的資產 而中國又沒有美國太多的國家的資產 所以變成是美國可以單方面來沒收中國的資產 所以 如果 美國 美國跟中國為了要不要和平統一談崩了 中國第一個要做的是什麼動作 就是把三兆美金的外匯存體換成黃金 運回中國大陸 就像俄羅斯在2013年到2022年之間所做的事 要不然三兆美金 美國人就像個鼻涕通通沒收 這個仗就不要打了 打不成了 為什麼 什麼叫三兆美金不是一個數字 而是一個什麼 冷冰冰的事實 這個事實是一艘航空母艦 美國人是花100億美金蓋得出來 再加上其他的艦隊的配備 總共也要200億 我們就算一艘航空母艦100億好吧 大陸做再便宜 打個八折吧 不要忘記 三兆是什麼意思 300艘航空母艦 戰爭還沒開打 300艘航空母艦都不見了 這樣怎麼打 所以當你看到 中國大陸在拋售美元資產的時候 這個才是戰爭雷鼓聲的到來 如果沒有的話 你每天可以睡好覺 不要像邱國正胡適亂想 為什麼 因為這是客觀的存在 客觀的決定 這個不是習近平要不要的問題 也不是下一任美國總統 是川普或者拜登的問題 川普他只想要從中國那邊多賺一點錢 拜登何嘗不是 但是更重要的 美國人對中國最大的期待跟失望是說 我支持中國經濟成長 從1980年開始 讓你加入WTO 給你最回國待遇 全世界好好扶持你 我們一起打敗蘇聯 蘇聯打敗你回頭一看 你怎麼那麼壯大了 那什麼意思 就是美國人想像中說 一 你中國應該怎麼樣 應該順服我美國才對 二 你中國應該改變社會體制 跟我美國一樣 三 最好你中國跟我美國一樣都信基督教 就是美國人心裡才會安穩 你就是一個比較大的日本 或者更大的什麼韓國 最好你能夠跟著我屁股走 就沒想到中國現在長大了跟你叫板 這是第一個 修習體德陷阱的最大因素 你可能成為我潛在的低廉 我當然要把你打下去 打下去美國要不要花軍事力量來打 不划算 因為美國頂多打平 兩方面不會互相丟核子武器 兩方面也不會怎麼樣 互相攻擊對方的本土 為什麼 因為不划算 風險太大 那兩方面較勁成在哪裡 在台灣海峽 那兩方面就會變成一個 不惜把台灣打成廢墟 也要較勁 也就是說美國不是在協防台灣 該能不能趁機把解放軍的船艦 飛機就在台灣海峽打掉 那這樣子我美國又是一條活龍 然後把你的外匯資產全部沒收 我又是一條活龍 這是美國不管誰當總統 基本的思路 只是說兩個人的做法會不一樣 拜登可預測性比較高 頂多就是半導體弄得讓你很生氣 可是不要忘記 美國跟中國之間的半導體 科技材料弄個老半天 互相氣得不得了 但是雙方面的貿易還在成長 意思打歸打生意照做 特斯拉還邀請寧德時代 跑到美國去設廠 福特不行 特斯拉可以 你說美國就是這樣的一個政治體制 所以美國人不會真心的壓在 甚至於我們的地位連烏克蘭都比不上 因為當時打烏克蘭牌是希望削弱俄羅斯 只是沒有想到沒削弱還惹來一身麻煩 所以現在正在收攤子 只是什麼時候收而已 而對於美國總統來講 他怎麼去處理中國與台灣的問題 他現在正進入一個深水區的思考模式 習近平開單子要和平同意 美國開單子要什麼回報 所以剛開始而已 不必急 不必急的意思就是說 台灣還有一段很不錯的時間可以混下去 也就是民進黨還有執政的機會 我這樣講說怎麼跳那麼快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台獨生存的空間本來就是中美關係所給的 阿亮哥是比較志向遠大 他說我們台灣人可以自己創造一個架構 我們可以跟大陸來談和 你覺得台灣哪一個領導人在美國眼中 你不是我的小弟 柯主席當了總統 美國我會期待他當美國的小弟 侯友宜當總統也是 賴清德更是 這是美國的基本規格 台灣是不是在美國心目中是什麼 就是我的附屬政權 英文叫Bandwagonist regime 這是美國的國策 不管你台灣是誰 那這是我們的命運 我們能不能掙脫 我們沒有辦法掙脫 也不要掙脫 因為任何一個領導人 去掙脫這個 都是高風險的職業 所以 要主動跟中國大陸談和 沒有美國點頭 因為我們的軍隊事實上 是在美國的軍隊控制底下 你不能去忽略這個事實 誰要升將軍 不一定要美國同意 但是美國反對 你一定升不了 那美國在台灣的軍隊裡面 情治系統之深 控制之嚴 你以為這 邱國正的兒子會有消息嗎 美國人把美根的底 那個底細都摸得一清二楚 這個就是現實 宗祖國要控制諸侯國 咱們以前明朝的時候 在控制朝鮮也是這樣子 朝鮮的國王要取誰當妃子 必須中國同意 真的啊 誰立委皇后要中國同意 請問你 美國對台灣不是這樣子嗎 還是更強 現在只是台灣要面對一個問題 我的宗祖國會不會從美國變成北京 從華盛頓變成北京 然後這個轉換的過程會有多困難 我們會冒多大的風險 其實 你想要說 像李登輝講台灣人的悲哀 我跟你講 台灣已經是全世界最幸運的種族 不是人啊 沒有人有這麼幸運過啊 為什麼 二次大戰打個老八年台灣有沒有打到 加油戰爭打個老八年台灣有沒有打到 中日中化戰爭台灣有沒有打到 沒有啊 台灣他應該四百年歷史 在台灣島上有沒有打過大戰爭 有啦 張權卸鬥啦 明克卸鬥啦 哪個叫什麼戰爭 對不對 這個現實我們從來沒有 我們運氣好得不得了 然後二次大戰最後台灣人在黃明化運動底下被催眠 每一個人都效忠日本天皇 有一個大學生還說 我願為君恩浩蕩 這個誓死怎麼樣 從軍 寫下這個誓言的人叫李登輝 他日本名字眼裡正然 還登在台灣日日新報紙上 然後他們加捐款讓他當日軍少衛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很狂熱的支持日本 台灣人出錢出力幫日本人打仗 戰後是全世界唯一沒有被處罰的戰爭共犯 你去看歐洲國家有沒有 有啊 你去看韓國有沒有 有啊 多少人當了台灣日本兵 回來還可以接受日本人的財產變大乎翁啊 你說誰啊黃信介啊 誰對不對 這個就是台灣人運氣好到一塌糊塗 然後國民黨來的時候 1945年8月15號中午12點以前 很多台灣人還是 唉唷我打敗了 爐上烤逼 12點過後日本天王宣布 發現台灣人一下子 前一天才是戰敗國 第二天變成戰勝國 全世界有這麼幸運的人嗎 沒有啊 晚上去撿都撿不到這種彩票 然後當時國民政府規定 日本兵日本公務員 只要是日本籍的 全部財產沒收 全部財產沒收 但是 台灣籍的當了日本兵 當了日本公務員 財產全部保障 你跟日本人私下偷偷摸摸買了也算你的 這真的是這樣子啊 所以 你說台灣人的狗屎運好到什麼程度 再來 現在中美這樣鬥個老半天 我們要在金門演習演習啊 大陸的就忍著 咬著牙忍著 為什麼 因為還沒準備好啊 他的航空母艦還沒成軍啊 你看過演習的老半天有沒有看過 大陸的東部戰區的陸軍大規模演習 沒有耶 你有看他登陸艦有沒有大規模演習 沒有耶 他的一個登陸艦上面有四架武裝直升機 有四個登陸艇 那個登陸的氣墊船 每一個氣墊船上面有一部主力戰車 他不是一般的登陸艇啊 看了演習沒有 沒有 為什麼 因為他不想打仗 他只是叫空軍器 繞盡平安 跟我們那個王爺 繞盡平安一樣到台灣周遭來 給大陸老百姓交代 這大陸領導人在玩兩手策略 這個就是現實 因為他知道 他現在還不想打 不能打 不宜打 所以台灣在什麼喊出 其實你看到說台灣最近幾年來 很多人對大陸的敵意節節上升 尤其年紀越來越輕 因為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然後自己是台灣人 然後為什麼 大陸上有沒有任何一項對不起 有對不起很多外省人 因為很多外省人的老家都被共產黨清算 有沒有任何對不起本省人啊 沒有 他只有一件事情 讓本省人很不爽 就是不准台獨 讓本省人很不爽 所以把氣通都推在他頭上去 如果共產黨哪一天說 民進黨我同意你台獨啊 我跟你講民進黨馬上跑到街上 共產黨萬歲喔 我這樣描述一點都不過分 為什麼 歷史上發生過啊 芬蘭 芬蘭本來這個沙皇很強烈的鎮壓芬蘭 因為芬蘭是被沙皇所統治 就出來一個亞歷三大 你們都忘了這個俄羅斯的沙皇 他突然間不知道哪一根筋拉錯線 而且他真的想法這樣子 同意芬蘭獨立 同意芬蘭恢復芬蘭語 同意芬蘭恢復他們的固有學校教學 結果好像賀辛基的國會大廈門口 立的那個銅像是誰的銅像 不是芬蘭人 俄羅斯沙皇亞歷三大 所以世事變化 所以當時這個驚嚇海域的時候 出了問題不是談判不妥嗎 很多國民黨委員都要要欲試嗎 我勸勸他們說 不要太積極 你不要忙個老半天就共產黨先下班 那你不是里外不是人 結果被我猜中了共產黨先下班 這是我的切身之痛 為什麼 那個時候國民黨裡面主張九二共識 大陸說沒有九二共識就沒有EGFA 沒有EGFA就沒有兩岸交流 那我就信你為真 我就很積極了 結果一看我的同志都跑光了 只剩下我一個人還在搞九二共識 因為民進黨打得很兇嘛 結果後來蔡英文當選了 他廢棄九二共識 EGFA廢了沒有 沒有 馬英九在的時候 台灣對大陸的貿易順差才多少 800億美金 蔡英文的時候多少 最高1500億美金 這什麼意思 就是國民黨是豬嘛 蔡政委員是豬嘛 所以大陸的思考千變萬化 為什麼 他們不曉得該怎麼辦 今天這個台灣學子 什麼對台學子講這個 明天對台學子講那個 我在講一個很有趣的秘辛 也不算秘辛啦 郭台辦那個局長跟我講 他很生氣 拿了一張紙 在那邊咆哮 連那個27585決議案 我們那個社科院講個老半天 我們台辦講個老半天 就是沒有那個台灣蔡政委員講得清楚 為什麼 他們對台灣不了解 他們也不曉得該怎麼辦 所以只好求救於美國 我要和平同意你支持一下 那你要什麼 所以這個生意還沒有做完之前 放心啦 馬照跑 舞照跳 牛照炮 這是我的很 很客觀很冷酷的 但是是不是保萬事平安 台灣沒有 因為剛才兩位先進講的 這是一個不穩定的均衡架構 大陸還不想打 希望能夠跟美國打成交易 美國還不知道要從中國那邊勒手到什麼 要的條件太高中國不答應 要的條件太低他自己不划算 那台灣要什麼 台灣又說 哎呀只要你不打我讓我好好混一天 我就混一天 可是 我們只要回憶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有一個很有名的作品叫 八月炮火 前一天大家都還在馬照跑舞照跳 第二天怎麼戰爭打起來了 而且莫名其妙打起來了 為什麼 那時候德國皇帝威廉 還在北海坐郵輪度假 然後他走的時候只交代一聲 你們好好準備啊 結果他度假去了 回來戰爭打了 打了之後 逃謝了給這一次打下去 一次大戰變成人類史上 史上非常慘重的一次戰役 所以 這種很客觀 而且是很冷靜的 而且完全沒有 沒有個人主觀色彩的 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 中美正在做交易 這個交易的方向是讓台灣風平浪靜 是讓台灣的主權的中祖國更換 那我們當然會自己麻痹自己 一邊講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現在叫中華民國以後再來改國號 另外一邊是 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1912年就已經創立了 那 坦白講 在中國美國眼中 你們這兩種說法 一種是國民黨的說法 一種是民進黨的說法 通通BOOSHIT 為什麼 簡單講 因為你沒行情啊 你現在說台灣人很有錢啊 我三萬兩千塊美金啊 我是富裕國家 總數多少 七千六百億啊 美國多少 24兆啊 大陸多少 18兆啊 只是18兆除以14億 永遠被這個小零頭 大陸的困難在這裡 所以他們啊 他們 要到2萬塊美金是什麼數字 28兆 28兆 距離18兆還有10兆 慢慢爬吧 長路慢慢 長夜慢慢路條條 可是 我回來台灣有沒有能力 主動去創造出一個 兩岸和平穩定 安全的環境 有啊 但是會不會產生 不會啊 因為我們的選舉 不容許我們這麼做啊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有產生出 這樣的政黨 這樣的 候選人 這是我們最大的困境 我們的困境是烏克蘭的困境 選來選去 沒有一個人敢主動說 哎呀 我不參加北約 沒有人敢講 台灣是不是這個問題 一模一樣啊 所以剛才 這個阿亮哥跟邱毅博士兩個很勇敢 當著我們柯主席講說 兩岸一家親 沒什麼用 啊 這是真的啊 你以為 九二共識有用嗎 沒用 你以為 陳建仁說 跑去 叫馬英九跑去北京 去講說台灣是 主權獨立的國家有用嗎 也沒有用 因為什麼 因為嘴巴上講這個沒有意義 國際政治講的現實說 你的實力在哪裡 你的目標在哪裡 其實我們的目標是應該維持一個 台灣要生存 要好好的生存 我經常跟我講 其實齁 我參加國民黨是一個誤會 小時候不懂什麼政黨 從政的時候就被選舉就變成國民黨 那我體會很深 因為 我們家在日本時代是我祖父是非常有錢的人 然後我祖母是他第三個老婆 不懂得經營 他留給他好幾千萬的財產 結果我的祖母只懂得放在銀行 借人家生利息 四千萬在當時是一個多大的數字 但是國民黨來了以後 四千萬變成一千塊 所以我比任何人更有資格反國民黨 但是我看盡台灣歷史上的政權更替 老百姓要的是好好活著 活著才是硬道理 如果你傻傻的叫你兒子上戰場去為台獨而犧牲 我只能說你傻逼 為什麼 你要很冷靜的看台灣這塊土地 它就是一個政權不斷更替 沒有辦法完全自主 又沒有辦法完全自我控制的一個島嶼 是一個移民的島嶼 我們家是1621年來台灣開墾 比荷蘭來的還早 經過幾個政權 荷蘭 鄭成功 清朝 日本 國民黨 民進黨 對不對 那我們活得還可以 這個就是說 不要為虛幻的口號號號召去做衝動 有人要你做戰爭捐你不要捐 有人叫你的兒子去打仗死翹翹 我跟你講 年輕人上戰場以烏克蘭的經驗 平均生存時間四個小時 四個小時 還不一定有絲帶可以裝 這就是一個現實 烏克蘭戰爭給我們很多體會 很多人講說我黑熊傑我槍數很準 烏克蘭戰爭告訴我們 連步槍都看不到 連機槍都看不到 戰爭就打完了 為什麼 因為無人機出現 改變了戰爭模式 只要無人機看得到你 炮彈都打得到你 以前炮彈還要在那邊瞄準 方位 風向 現在不用了 無人機一定位 炮彈打來百分之百準 炮彈多少 一千磅啊 一千磅什麼意思 一顆這裡面的人全部不見了 就這樣子 所以 時代改變 避免戰爭是我們生存之道 不要參加戰爭是我們生存之道 以前 蔣介石告訴我們要反攻大陸 我們要傻傻的東西當兵 對不對 現在想的好蠢 現在民進黨告訴你 要為台灣主權而戰 為民主自由而戰 你要送他兩個字英文 BOOSHIT 你打啊 你民進黨通通打光了 死光了 我們再來參戰 不然我們旁邊怎麼樣 督戰就好了 不過這本來就是嘛 為什麼 民進黨喔 我那個有幾個朋友在金融界 你們都知道啊 哇現在這個財務管理生意很好啊 移民美國移民日本啊 到日本買房子很便宜啊 角度三窟 一窟台灣一窟日本一窟美國 對不對 對對對 戰爭來了趕快溜啊 對不對 欸奇怪你要溜 你民進黨的支持者 你要溜 叫我們國民黨的支持者 留下來打仗 怎麼那麼笨啊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開玩笑幾個 老將軍 這個軍校畢業了 他們一輩子 效忠中華民國 喔 只要在中華民國旗子 國旗爺 我們就上戰場 然後春這個青天白日滿地紅 那個紅是你的屍體 我這樣講 你還是覺得說 好像違背政治正確 可是我告訴你的 因為你們想聽真話 這個就是現實 所以我們就靜待美國大選結束 我沒有像這個舒淇一樣睡不著覺 但是我很確定了 我們能耐可以睡好覺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如果您也想嘗試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可以享有額外優惠 每日克菲爾 讓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